第一步,我們就是先把前面的四行 你可以直接拿範本來套用 所以第一個用Request,用Get 第二個用BeautifulSoup裡面的FindAll方法 如果Find一次的話就Find,多次就FindAll Encoding部分的話,一樣我們用UTL8 因為這個網頁剛好編碼方式UTL8 當然如果你抓起來的東西,假設是亂碼的話 你可以再改成CP950 不過目前來看,現在的網頁基本上好像很少遇到有用CP950 早期傳統的網頁還有 現在基本上的UTL8了 然後把這個網址給它 把台銀賣會的網址貼上去 接下來的話,我們用BeautifulSoup 就可以把它抓下來原始碼就在這裡 HTML.test 然後利用BeautifulSoup幫我解析一下 接下來的話,我們怎麼解析 我剛剛講過 解析的話,主要第一個 我希望把所有的名稱通通抓起來 避免名稱我取名叫DataName 然後抓的方法就是用這個SP 裡面的FindAll方法 抓我剛剛講的,DIV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DIV打上去之後 這個名稱基本上你可以直接 逗點之後 我是建議你用複字貼會比較保險 因為這個名稱只要有一個地方錯誤的話 就會抓失敗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往上一點點 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Data到下面 記得這個三點 這樣你如果要回去的話 可以再按一下 它就回去了 然後它的名稱在這裡 這個按右鍵 檢查之後 下方會有一個淺藍色的一條 你可以找到DIV 開始名稱就這個 所以點兩下 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不要做錯 只要不要做錯 基本上你要爬什麼 我想應該沒有那麼複雜 沒有那麼困難 然後呢 就把它點兩下複製一下 然後呢 貼的話 就貼到這個程式裡面 我要把那個裡面的所有東西 所有秘別 都幫我爬到這個DIV內裡面去 那第二個要爬什麼 爬那個 爬那個 現金的買入賣出兩個 那它的那個什麼 這個標籤名稱TD 那它的CAS名稱是什麼呢 誒 我一樣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 由選取這個按右鍵檢查 然後呢 它會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藍色的底 你就在CAS後面點兩下 把它按右鍵複製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複製貼到這裡來 這樣就OK了 把它貼上 那一樣的方法 這個DATA2的話 指的就是極期的 所以DATA1是 這個現金買入賣出 有兩個 然後DATA2的話呢 是這個 這個是極期的 DATA2是極期的 然後呢 抓到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把 資料再把它print出來 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那我就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 從0 編號一定從0開始 到哪裡呢 到L1 特別是 我們用這個DATA name 為什麼DATA name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總共的數量 基本上 應該會跟這個 畢別一致 也就是說 畢別有幾個 比如說這邊講這20個 那這個地方的畢別總數 那就是跑20個就可以了 那你不能用什麼 你不能用這個DATA1 或DATA 因為它這邊是兩個 所以加起來剛好 會是畢別數量的兩倍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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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吧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再利用那個 函數L1 去看一下 DATA1 DATA2 裡面的總數 因為剛好是DATA name的兩倍 所以 我們可以先把 那個DATA name先print出來了 所以 print的方法的話 很簡單 print 把這個DATA name裡面的 什麼呢 中瓜弧 I 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沒有加.text 它會print出來 會是裡面的原始碼 所以呢 我就把資料.text加上去之後 就可以把它print了 我們先把那個 畢別先print了出來 看一下 欸 print了出來了 這邊出現了 不過你會發現 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print了出來 奇怪 怎麼一堆這個空白啊 前面有 後面也有 也就是說 它多了很多的空白 不知道為什麼 它加了很多空白 OK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一個 一個函數 這個是自串函數 叫.strip 點strip的話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瓜弧裡面沒有加任何的自串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它會清除裡面多餘的空白 那記得喔 是前後喔 中間的空白不會清喔 那我們加一個.strip的話 再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 欸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總數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它print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知道說 那到底喔 欸 幾個訊息好了 比如說我想知道呢 到底data內呢 到底有幾個 那你可以加LEN 括弧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是 有沒有 然後另外的話 假設 我想要知道data1 跟data2的總數量的話 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是data1 然後再加一個data2 幫我把data1跟data2 到底這個串列裡面 到底裡面放幾個資料呢 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來print一下 你會發現喔 總共裡面的匹別喔 欸 台一提供了19種匹別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喔 38 有沒有 data1 為什麼38 因為買入賣出 所以喔 data1裡面就現金買入加賣出 然後呢 data2 這個也嘛 data2是提供的買入賣出 欸 那所以喔 如果假如說呢 我希望喔 print的出來 剛好是五個欄位 所以喔 必別先print的出來 欸 然後買入賣出要分成兩欄 欸 怎麼樣剛好分兩欄 所以喔 我就想了一個一招 想了一個方法 當然你們可以想別的方法都OK喔 就是說呢 你假設print的話呢 我希望呢 先把第一個print的出來之後 然後再串切 所以後面加上什麼 加上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把那個現金幫我print在後面 所以我把這個喔 把這個複製一樣 貼過來這裡 那一樣喔 還是會有遇到同樣問題 好像他那個 現金買入賣出 一樣會有那個 很多空白 那我是這個 第一個 欸 不過如果你假設喔 這邊如果擺個i的話 那 你會發現呢 他如果是 抓第一個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抓 他抓到資料 這個是第一個嘛 他就抓1 下一個呢 變成港幣 會抓到第二個 欸好像匯率不對啊 所以如果假設我這樣 這樣print出去的話 我中間加個痘點好了喔 中間加個痘點 然後再串什麼 串這個 DATA1的TES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執行的結果變這樣 欸 美元 27.43 港幣 欸 怎麼是28 有不可能28 點多是多少 所以3點多應該在這裡 欸 所以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其實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其實放這裡沒錯 但是這個應該是放他的右邊 有沒有 啊這個應該是放他上面 這個再放他右邊 欸 所以他關係應該是什麼 1對2的關係喔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變1對2喔 後來我再想個方法 反正你們可以再想其他方法 為他完成這個 我可以喔 想了一招 什麼招 就是我乾脆把它乘以2 乘以2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0乘以2的話 還是0嘛 可是1乘以2的話 你知道嗎 就變成 1乘以2變2嘛 所以 再來就是變0 2 4 6 8 所以喔 如果乘以2的話就是 偶數的部分 0 2 4 6 8 10 欸 那如果說我要基數部分怎麼辦呢 後來就想了一招 在這邊呢 再串接一個豆點 喔 基數部分的話喔 我就怎麼樣呢 把它用類似之前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 欸 把它乘以2後面再怎麼樣 加1 欸 加了1之後怎麼樣 如果0加1變1嘛 有沒有 2加1變3 欸 所以加了1之後剛好就是基數部分 我們來試試看喔 好像這樣就OK了 執行一下 欸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欸 這個是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欸有剛剛好 港幣的話 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英鎊 欸有沒有 所以同樣的方式 如果呢 我data 2的話 就是集齊部分 那一樣怎麼樣 欸可以的 可以這樣拿這個喔 把這一個 這個其實可以拿這樣來複製喔 就是 data 只要把這個1改成2就可以了 把這一段成是複製 然後呢 貼到後面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data1 後面這一根 改成data2 ok 這樣就集齊了 執行一下 欸看一下 欸 這樣OK嗎 欸 不過你會發現啊奇怪 輸出結果 會不會OK呢 輸出結果其實好像是 好像是OK的 但是一樣的問題 什麼問題 喔 好像集齊這邊多很多空白 不需要的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只要把後面 這兩個有沒有 點text 後面呢 再加上一個點strip 就可以了 點strip的意思就是說 把多餘的空白 幫我剔除掉 所以喔 data2的部分 後面點text 你只要再加一個點strip 點strip的話 意思就是說呢 幫我把多餘的空白呢 幫我拿掉 這樣應該OK 這樣應該OK的 執行一下 欸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幣比 它的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然後呢 這個是 即期的 OK 然後即期的買入 即期的賣出 OK 所以現在 又稍微再盪 所以其實現在台幣 真的走太強了 我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數字 尤其像日幣 日幣 如果這個時候可以出國的話 哇 那真的去日本太好買了 哇 簡直就是 太便宜了 什麼東西都突然變得非常非常的便宜 因為早期還有 它還有0.3 甚至我 很多很多年前 去日本還有0.4的 也就是一碗拉麵 本來要400多塊 瞬間只變200多塊 再感覺起來 就會非常好 所以這個資料 把它抓到之後 那上面只要再補一個 藍位名稱 畢別 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即期買入即賣出 最後再把它存成CSV 這樣子完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怎麼樣 利用 抓到特徵 找到這個畢別 用Find O的方法 分別把它的標籤 跟它的CLASS抓到 DataE的話是現金 TD 然後它後面這個CLASS名稱 也 抓到之後再跑個回圈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它的資料抓下來之後 再把它print出去 裡面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包含就是說 有多餘的空白 可以加上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1對2的關係 那我就用了一招 就是把它的I的值 前面那個偶數部分 0248680 把它乘以2 後面激數的話 13579 就是把它乘以2 再加1 利用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解決 就是1對上2的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想 想人就想出來的方法 但如果你有別的方法 你可以用別的方法 沒關係 看看有沒有更精簡的方法 只是說 以這樣來看 這樣好像是最精簡 因為只要一行程式 就可以搞定了 那如果你用別的方法 可能要加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換算機有嗎 還是說 可能還有一個I之外 還有再加一個變數 不過好像都不知道有方法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 我是覺得 因為我想了很多種方法 這個方法好像 似乎是最簡便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 再來就串接 這個實在串太長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再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往下 我印象中那個python 它這個實際上 讓你 假設 你串接完之後 你加號後面 比如說加號 你可以把它Enter 它好像是可以讓你折行的 可以把 比如說 這個地方它可以 太長對不對 它沒有關係 但是你只要 在比如說符號的前面 按個Enter 它會知道說 這一行跟上一行是接在一起的 OK 這樣也是可以啦 比如說 你串好長一串 這樣可能閱讀性會比較高一些些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一下是 ну OK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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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n Rock Rock ん